针对建议市政府提出台铁109班次 增停南港站的直达车折衷方案 在立法院蔡世英协助争取下 台铁局方面正式宣布 3月13号起 109班次将事半增停南港站 一直到4月底 目前来讲9026客运有到南港转运站 还有1088也有到南港转运站 但市区的部分事实上是没有车到南港转运站的 那世英也有听到民众的需求 希望可以未来增停南港转运站 所以在这个部分过程当中 市医也特别跟台铁局来沟通 有没有可能就这个部分来做重新来检讨 那实际上现阶段 目前在尖峰时间 区间车都有停南港转运站 那民众是希望说 7点半那一班 109班次 是不是也能够增停南港车站 所以市医在跟台铁局沟通完之后 我也非常感谢台铁局给了善意的一个回应 从3月13号开始 会增停南港车站做事半的期间 一直到4月底为止 那民众用路人有需求的部分 未来可以使用这一个南港车站 作为它一个南港车站中停 作为它一个新的使用 由于台铁已经决定 4月底将进行一波大改点 蔡世英也要求台铁方面 如果109班次 增停南港站示范结果 评估后确认达成需求量大 希望在4月底大改点时 能将109班次增停南港站 列为正式的停告车站 我想整体的评估 等到4月底之后 如果需求量很大 也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我会来要求台铁 在4月底大改版的交通路网的时候 把这个部分列为正式的停靠车站 那作为我们民众的一个旅运需求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